另外再看到是台北市議會今天要進行的則是金華城爭議的專案報告 台北市府都發局就說資料很多我們還在整理就被議員痛批是在打假球 面對這樣的質疑金華城的高榮機率到底為什麼不可以適用在其他的建案上 市府回覆是因為社會成本太高可是卻說不出到底是哪裡違法 那為什麼未來是不餘餘在受領 你告訴我為什麼未來不餘在受領 台北市政府都委會的這齊話讓台北市議員嚴若芳吵傻眼 金華城容積過高的問題市府始終閃躲不願正面回覆 容積率合計就是原來的560%加上20%的容積的獎勵 以及30%的容積移轉之後是840%的容積率 都發局堅持容積率的增加依法有據但議員們還是滿腹疑惑 金華城真以持續延燒台北市議會要求市府進行專案報告 但議員發現都發局的報告當中只還原了時間線 卻說不清楚這超過規範的40%到底合不合法 一直在跟講的是說這一個法我們沒有超過560% 但是人家是在跟你講說他總統全部為什麼可以超過560% 你覺得公益性在哪裡 不同的人一直以來都會有不同的見解 你跟我們說內容太多還在整理當中 那請問你們今天來報告什麼的 我們今天大家這麼多人在這邊聽你們 然後你跟我說資料非常的繁瑣 我們配合調查 那你今天不是在打假球嗎 議會內鬧得沸沸揚揚 另一頭金華城在五大報章貼聲明 更直接說被市府霸凌37年 還細數歷任市長打壓細節強調絕無不法 金華城案一次牽扯郝龍斌和柯文哲兩任前市長的爭議 鎮鋒處已經介入調查 金華城更方話要講完趕快送檢調 態度強硬恐怕會有更大風波 就讓人張宇鎮SNG小組台北參謀到